我一直對美的東西都一直非常有興趣 那接觸非常多 比如說設計、攝影 最後我發現慢慢這些歷程下來 我就開始從事藝術創作 因為我覺得可以把我心裡的想法 而且現實上沒有的表現出來 那麼非常傑出的藝文空間 在瓊安堂太陽餅博物館 迎接了朱仙仙 她的第一次的個展 那麼這一次的個展主題是科夢波丹 那麼也展現了女性的一個特質 我想仙仙 她是一個非常有熱情 那麼然後意念性很強 也很執著的一個創作者 那麼這樣的一個意念的話 呈顯在她的這個抽象的畫作 但是這一抽象畫作 那麼也可以那麼隱約的看得到 藝術家他本身對藝術執著創作 一些更有具象的內心的思維 很期待就是 她的人生的這個第一次的展覽 能夠引起非常大的這個效益 色彩的部分 像我的顏色 我都用紅環藍條 調製出我所要的幾百種顏色 那我每次創作前 我都會想 一下我今天的感覺 或是我覺得 我這一幅畫我想要呈現什麼 顏色就是我的語言 那我都會調製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加上黑跟白 那我覺得顏色方面 這邊也是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看到她的畫作 你可以看到她生命的歷程 在我個人的想法是認為 她就是一個理性感性 那一個非常有靈性的 這個時代女性 那她在她的畫作裡面 你看她會畫龍眼睛到一個金色的點 為什麼 因為她會想掙脫 她會想爆發 她源源不覺得她有創作 還有包括她內在內運 長時間累積下來的文化 藝術各方面的堆積 所以呢她現在在東海大學裡面去授課 我覺得對她來講是一個分享 祝福這次的展覽更成功 中文文字幕рь yourillos 詞作詞・作曲・編曲 詞・編曲 Bridge Espero